我會跟我兒子道歉啊 我說好吧 堅強努力 那其實因為我 我是重... clinical中度有憂鬱症的 我特別感情我會有憂鬱症 有時候會有躁鬱症 所以有一陣子前幾年 我其實也有分居過一年 就是因為我躁鬱症發作 我不想在家裡 因為他們看到我覺得怪我不講話 我會看新聞哭 我怕會影響到小孩 所以我就搬走了 然後好了 我又回家 那對於這陣子 我都發生我們就搬出去 但其實家人很辛苦 如果你們有了解 depression這個東西 醫生也跟我說 你不用擔心啊 因為你們做創作 偏藝術家的人 多多少少都有 只是我的比較嚴重 然後他們就一直要幫我找 是因為我從小的經歷 是因為我從小的經歷 如果你有了解我九歲 爸媽離婚 然後我很小就去了國外 然後一個人生活獨立 被欺負我也要還權 所以這些我覺得 啊很要不起啊 我從到今天 可是當去看心理醫生追悟的時候 就說這些都造成你現在沒有安全感嗎 你為了要得到愛啊 你什麼都願意付出給那個人 什麼都給 什麼都給 就是為了給的他會留下來的教育 他們會最重要的時間 他們會鼓勵我 最重要的時間他們會來找我 會寫信給我 會每天跟我說 I love you daddy 加油 我不是從小就是很貼心 你沒有看辦法去 然後他們兩個都很貼心 很貼心很貼心 常情 感性 脆弱 孤獨 那有時候女生的歌 他可以表達出很多這種 男性的想法跟要表達的我都有 可是女性的很多人不知道 我也有女性的這一方面 我其實是女性的歌聲多過男性 就你會比較了解女性 我不是比較了解女性 我是比較了解我內心的 我攻擊女性 可是我的要求是 你把爆料者拉出來 我們一起去警局 把事情對好 可是爆料者找不到 那所有東西都我看不到 就像人家說我喝嘴鬧事 我是喝雞湯 這樣就說喝酒鬧事 你鬧事 那個雞湯如果你說 啊怎麼樣你還是有酒精 那我就做功課 你有沒有喝過這個雞湯 你喝完這個雞湯 你就大概知道 不可能Garry喝完這個雞湯這樣子 前面一定有前因後果 那個人應該是挑撥了曹哥 到他受不了爆炸了 可是他只拍爆炸在裡面 他前面怎麼會挑撥我 沒拍也不撥啊 那我也不想解釋了 沒有我跟太太的關係 夫妻是有上上下下的 上上下下的 那如果真的要傷害我的 傷害到我跟我太太的關係 不是因為這件事 是媒體寫的造成事情變得很麻煩 所以如果要說坦白說 媒體破壞永遠 所以我很恨 不負責任的媒體啊 我很恨一般人在路邊偷拍 然後當 anonymous的去爆料 然後又不用負責任 我痛恨自己 我難過自己 也許因為這樣子的人 可以破壞一個家庭 真的喔 這個我私人的事 我不想再討論 因為我還在傷心 還在難過 還在處理 真的是私人的問題 結局是怎麼樣 大家不知道 我只跟你說 我永遠愛我老婆 這一輩子可能 我不可能再愛別人了 答案